在短短幾年之間,風中校園電視台由舞到有發展平暴清穩,不僅在各大多媒體創作比賽中獲得多個獎項,更加在近年增設了錄影室,每週進行全校直播。 這些一切都是靠一班老師和學生在背後的默默耕耘,共同努力而來的成果。 今集我思同允衡,高家宇,江津,以及蔡淑華同學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加入校園電視台的經歷,以及回顧一下當中的難忘經驗。 校園電視台給我的感覺是很新奇。 校園電視台對我的感覺是有很大的驚喜。 校園電視台給我的感覺是很好玩的。 校園電視台給我的感覺是有很多機會在這裡。 我在校園電視台,其實台前幕後都有試過的,會有拍片,做剪片,主持、主播都有做過的。 我的職責全部都是在幕後工作,大多數都是在電腦工作,例如在直播的時候加一些少量的登記畫面,全部都有,我有份做的。 一般來說都是做主持和主播的。 會出現在方中資訊站和方中比賽館。 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人士,像我們學校的學生、老師,甚至是校外外的人。 我的職責主要是幕前做主持、主播。 另外就是攝影師、攝影機拍攝和幕後的剪接。 還有另一個大一點的職責就是台長。 台長會帶領著我的團隊去做每一行的拍攝工作。 去分配他們的工作和監督他們去處理這些。 我的藍毛回憶就是王Sir叫我去參加這個禁道比賽。 王Sir給我機會,我去開機。 當時我很辛苦,去到王Sir公布後,說我可以獲獎。 當時我很開心。 在校外電視台成立到現在,我都參與過很多一套拍攝作品。 最深刻就是莫過於這個2015年中文廣播劇比賽的冠軍。 第一次以我個人名義而有份參與。 屬於一個自己的角色的比賽,而獲得一個金獎。 其實真的很難得,而且很開心。 我在校園電視台最難忘的是我老的第一個公開比賽的獎項。 就是這個蘇看地球短片比賽的獎項。 當時是我第一次做這個主持,去參加比賽,去拍一條片。 當時無論是整個表現出來,其實是一般的。 但正正是因為有這個第一次,並且得到一個很好的成績。 所以讓我之後有不同的機會,去做的時間是越做越好。 如果你曾經拍過片,那你就要加入校園電視台。 如果大家想投身在演藝這方面的行業,就來校園電視台。 如果你很有表演欲,或者你很喜歡炸機拍攝的話,歡迎你加入校園電視台。 自問你是有表演欲的,不要害羞,踏出這一步,校園電視台,等著你。 自問有責任心,喜歡挑戰自我,願意虛心學習,歡迎加入我們。 。 被人叫台長是開心的,但另一方面也是一個使命感。 因為有台長這個身份之後,也意味著我不是一個普通的學生。 也有多一些使命,以及背負著不同人的期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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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